中央政府高度重視澳門發展 深度合作示範區的建設 為澳門產業多元發展創造條件 更指示要讓澳門企業願意到橫琴來發展 讓澳門居民樂意到橫琴工作、生活及居住 此前,珠海市領導亦表態 但求所在,不求所有 表明堅定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為此,本人認為澳門應當要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心態去參與規劃 以主人翁之一的角色去謀劃琴、澳合作的發展藍圖 避好項目、積極溝通 在這裏,以下的方面請行政長官發表一下意見 環擾橫琴、越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的建設 未來將如何將澳門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延伸到此 以書解本澳的人、地、資源高度緊張的現狀 助澳門建設移居、移遊、移業的城市 提升澳門居民參與灣區建設的參與感、獲得感和幸福感 多謝大家,請行政長官 好,多謝主席,多謝邱婷必議員的問題 關於橫琴的發展來說,大家都看到報紙和傳媒的朋友 都可以介紹了有關我們的橫琴新街坊的項目 我想大家都比較清楚 新街坊的項目我們會在最近推動的 希望在這一屆內我們會完成這一個四十二萬平方米的 即是四百四十萬呎左右 尚蓋面積的一個小區 這是作為我們的一個視點 這個項目來講 我們會有大概是三千多到四千套的有關的住宅 有關的社區的配套 有關我們澳門的衛生的醫療上面的配套 有關我們澳門的學校的開展 不過是小學又小,二兩個方面 所以橫琴來講,這個是我們的第一個視點 萬事都有一個視點 所以我們先開這個頭 希望我們這個橫琴讓我們澳門居民進去住得舒服 昨天也有很多傳媒朋友說 因為這個疫情內地對我們是採取了某種措施 會不會影響了大家 我剛才也講過 我們一千七百二十三部單排車 是去橫琴 是沒有受任何影響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特別的區域 已經是在這一次疫情內 已經是先行先試 對我們來講 是整個中國 包括廣東省 在內有關的措施來講 在橫琴來講 是網開一面 被我們作出有關的先行先試 所以這個就是以後我們是不是可以在橫琴 做到我們澳門一個可以共享的一個案例 所以這方面我希望大家有信心 所以我希望在有關的我們的疫情緩和 有關的我們的內地自由行 未立即全面開放的情況之下 我們組織我們的居民 去我們的橫琴 去多參觀 去了解 回憶起我們幾十年前 我們澳門人住去探製都很辛苦 沒有人肯去探製 認為過橋已經是很遠的 今天我們探製已經很多人 這個就是必然的一個漫漫一個趨勢 我想在1989年當時 每個人都不肯過河東 在上海 誰肯過河東 今天的河東 是一個什麼環境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一定要有社會的慢慢的 向前的發展 大家會有一個熟悉過程之後 這樣大家就會去 當時來說 寧要河西的一張床 不要河東的一間屋 今天反過來 寧願要河東我不要河西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那個配套不同了 一個新區的配套和一個舊區的配套 它是有不同的車位的配套 交通的配套 綠化的配套 建築的配套 完全都是有不同的環境 所以這個就是以後我們 按照社會的發展 千萬不要是不自願 我們不會說強迫哪些人去那邊 我又沒有說一定要老人家要搬過去 我希望老人家 我為什麼要做長者公園 希望老人家在澳門 因為那邊還沒有好的醫療條件 我老人家還需要我們的醫療條件去幫助 我反而希望我們剛才算退休的人士 可以過那邊去住 把澳門家屋給他的子女去住 他在那邊不用天天上班 他在那邊有好的空氣 如果他是有孫的 我們那邊有幼小的 為什麼他不是那些孫 一樣在那邊讀書 到時又再回到澳門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希望 這個就是我們的設計 我們的想 想做的事 所以這個就是橫琴的發展 我們的視點 希望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加大是橫琴的 如果社會是接受的 是歡迎的 我們加強在這方面的發展 多謝大家 做你好了 要記得